阿姨 长一会儿 阿姨 你这栗子怎么卖的 帮我拿两袋 十几包 两袋四池 好 刚好 谢谢你 远远 买这么多能吃得了吗 君君她就爱吃这些 我想着她喜欢吃 您肯定也爱吃 就多买一下 君君小的时候 她爸爸就特别爱给她 买糖炒栗子 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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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哥哥 你这儿好厉害啊 怎么样 想学吗 不过 如果你想学的话 可得喊我三圣远远哥哥 君君 爸爸 猜爸爸给你们带什么了 老 我是伴侣 谢谢爸爸 你先跟远远哥哥一块儿吃 爸爸给你们做迷线 远远哥哥 我们吃板栗吧 不吃 怎么样 甜不甜 还行吧 还行吧 看来你不算算吃板栗吗 我比较喜欢吃 要不 你帮我剥 我来负责把他们吃掉 干吗帮你剥 因为我手小没力气 以前都是爸爸帮我剥的 现在还去做饭了 那你刚刚给我那块儿 怎么剥的 用牙咬的 行吧 这样 你叫我三圣远远哥哥 我就帮你剥 远远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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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 甜吗 远远 谢谢你啊 谢谢你可以顾及这军军的感受 自从她爸爸去世后 她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此后她就再也没有哭过 我不知道 她是真的变坚强了 还是假装坚强 但我明白 她是怕我担心她 可她越是这样 我反而越担心她 不过现在有了你 阿姨就放心了 阿姨啊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远远 你可不可以答应阿姨一件事情 阿姨 您说 阿姨希望 以后不管你跟军军的关系 发生怎样的变化 或者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姨都希望你善待军军 不要成为那个热她哭的人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 这辈子啊 我只会让她笑 不会让她哭 不会让她哭 谢谢你 远远 是那家吗 我 我就没事了 行 包粒子是我的工作 最好了 来 来 尝一尝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吧 甜不甜 对 远远 你看你把它灌成什么样了都 咱们看看 这是我们年轻人请去 你不等吧 阿姨啊 这女朋友嘛 就是要灌着要宠着 来 我给您也抱着 来 远远 不用 阿姨一会儿吃了自己的 没事 没事 来 您尝尝 看好不好吃 谢谢远远 不客气 来 你吃点橙子 好 我喝水噎着了 吃慢一点吧 来 娟娟 你干什么 没事儿阿姨 没事儿 没事儿阿姨 没事儿 那你真是 来 快托一辆阿姨给你烘干 谢谢阿姨 毛手毛脚的你一天 没事儿 这什么孩子 你没事儿吧 都里面有东西拿着 我没事儿 你擦擦你自己 没事儿 没事儿吧 真是毛手毛脚的 还没去 元帅 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样 将军 跟我进来一下 来 什么事儿